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实现简移任务管理系统系列课程 这节课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二十讲 这一讲我们不再编写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代码 我们这一节课来讲一下它在Windows下如何去发布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发布这一块内容呢 因为每次我们做完一个系统之后 我们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系统或者什么软件做完就完了 做完只是简单的一个开端 那做完之后我们还需要去发布去维护去更新 然后呢可能还会去优化它 那这样呢我们就主要是来讲它如何去发布 采用这个前后端分离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 我们发布都一般分为两个部分 主要是哪个呢看一下 一个是后端的一个发布 一个是前端的一个发布 这个里面的话后端可以是任何语言的一种代码 那么就需要根据不同的一个语言类型来进行一个发布 那么前端的话如果是纯粹的一个HTML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是用的是Antics来进行一个发布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挨个来演示一下如何来进行这些发布的一些操作 好那么第一个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后端发布 后端的发布需要哪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是load程序 如果对于load程序来说我们后端的发布就只需要一个load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发布啊 很简单 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这个load的这个项目的一个生成好的一个目录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个dist这个目录就是我们生成好的 那如果我们要发布应该怎么做呢 进loadindex 好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发布成功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能不能访问得到 好看一下 哦 哦哦把这个插件已经删掉了 那不要紧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怎么来测试呢 localhost7410看一下 好我们能够访问到这个网址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是发布成功的 好那没问题 那么这是一种发布方式 意思就是说那我们现在这个窗可能关吗 好关闭了 关闭了我们再来刷新 好访问不到了 说明这个发布有什么一个弊端呢 就是当我们关闭这个控制台之后 那么这个整个系统也就整个服务也就死掉了 那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发布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forever forever呢它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以守护进程的方式来发布这样一个 node程序 它里面主要的一个命令 也就是这几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forever 更多内容我们就这里面来看 我们这只需要演示它如何来用 要使用forever很明显 我们就需要按照一般node包的一种用法先安装 当然这里我们是采用全局的一个安装方式 那这个可能是有一点慢的 好这里我们就先不管它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整个的目录给处理一下 我们在桌面上来新建一个发布目录publish publish这里面我们需要发哪些内容呢 首先是我们的app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前端 第二个呢发什么呢 第二个呢是发布我们的后端 也就是sever端 也就是sever 那第一步是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呢干嘛呢 把我们的代码复制过来 复到这儿来 复到这儿来我们需要怎么来复制呢 首先第四里下面的这些文件是必须的 注意了这些文件都是必要的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文件需要呢 注意看pancage.json 这个文件不能省 一定要 好 那么sever端很明显也是一样的 刚刚好像复制错了 复制到sever去了 好 就是sever端的 sever端的肯定要这样子 那么app端的很明显 一样的 同样是我们这个dist下面的内容 然后呢 包含我们的这个 pancage.json 好 我们真正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然后sever里面我们去执行 load index 看一下 它会提示无法执行 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npm i 也就是我们npm install 初始化 然后给它一个参数 production 也就是我们在 真正的这样一个运行环境下去安装依赖 那这个有什么效果呢 其实它 当我们加上这个production这个参数之后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安装我们的依赖 但是呢仅限于安装 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dev dependencies 这个什么这个是开发的时候的一个develop 依赖 是开发的时候我们要用的去 我们用的依赖 实际上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明确的说明它的一个依赖就好了 那所以那就安装这一堆代码 这一堆包 好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好 当跑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load index来启动 当然 刷掉 那就没了 好 没有的话我们就需要接触forever来进行一个启动 好 forever 看全局安装之后 它提示没有这样一个命令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很明显 全局安装之后的话 它会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看一下 这边有个npm 有个forever 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执行这样一个命令 我们在save端 也就是我们发布包的这个save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orever能不能找得到 好 有的 那证明我们的这个forever已经没问题 我们看一下它的版本 干位 不对 它的应该没有版本这个说明 这个说明 这你可以看它的一些参数 好 这个无所谓 我们既然要用forever 我们要怎么做呢 foreverstartindex.js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访问这个呢 启动没有呢 访问一下 好 启动了的 那我们关掉 还是启动的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启动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说我要关闭 怎么办呢 好像我找不到这个一个服务了 是吧 明显 我们可以换一个目录嘛 我们随便找一个目录 这里 cmd一个 然后呢 forever 干什么呢 list 这个地方是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list就是说 现在我们这个forever 这个跑的这个程序 是哪些 可以现在就可以拿一个list 给列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停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foreverstart start stop index.js 注意看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路径不对 所以不能在这里停 我们要停要走哪去停呢 我们要找到这个路径 好 forever stop 那现在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看还能用吗 好 就已经真正连接找不到了 找不到之后我们再来forever list 看一下它就提示没有forever进程 正在运行中 好那这样的发布方式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foreverstart ok 好那这样子我们的一个前端 就发布成功 看一下 好发布成功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发布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端的一个发布 APP这里面的发布 该怎么发布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说明 forever 这是这是这是后端的一个发布 我们来看前端的一个发布 前端的话我们是静态的一个HTML 那这个时候要发布的话 我们主要借助的一个工具是什么NX NX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官网在这里 想了解更多就在这里面去看 这呢我已经下好了一个NX 所以说呢我只要把它复制出来就好了 好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要用它应该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把放在这里放在一起 NX 好 它呢其实主要也就是我们这个NX 这个这样一个EXE 如果要启动的话 直接NX 那么就表示它已经启动了 启动之后它会在这里卡住 当我们关掉之后也就没有启动了 好 这个待会我们来说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NX里面我们主要要控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conf conf里面的这样一个NXconf这样一个配置文件 这里面的 意思的话我这里就不再细说 我们直接说如何要要如果要发布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前端的一个项目 就比如说这个目录 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那么很明显第一步 也就是安装依赖 当然这里我们没有依赖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装了 按照依赖之后我们就需要来配置这样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这个localhost80 当我们访问80的时候它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这里有两种配置方式也已经有注解了 看一下第一种是root然后指定一个路径 那么它就把这个路径作为它的一个静态资源的一个方式去返回 那么第二种的话是跳转到一个 跳转到一个内部的一个IP去 好这个是这个叫反向代理 好我们直接来配这个吧 当我们访问localhost80端口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index 这个root放到我们的这个c盘这个目录下 当然 注意了这边的这个 反斜杠 一定要注意这个反斜杠 你要换一下 好保存 保存了之后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 启动它 好启动它 start 好那么就启动了 哦搞错了啊 如果是它的话我们就应该是实行什么了 ng 好那这样的话就表示它启动了 启动之后我们怎么来访问呢 当我们访问localhost80的 80的时候 它就已经跳转到我们的 welcome to ngx是没问题的 说明我们这个ngx启动了的 那如果关掉呢 我没关掉 这里我们要来 看一下 ngx这么多 这里由于我们起了很多 所以我们就要先不谈 关掉 好开多了之后 那么都是 都不行 好那这样反问不到了 好那这个就是有什么问题呢 当我们启动之后 我们就无法去 不好去关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启动方式是怎么做呢 利用 startngx 好 再来 是不是当我们访问localhost 的时候它就跳转到我们的这样一个n 这样一个 目录下去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 后段前后段都已经 好了那是不是也就有数据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这个也可以关闭 这个也可以 这样也行 那我们的整个后台就能够访问起来了 刷新也可以 登出 也没问题 再登录进来 OK 没问题的 好那这个呢 我们的发布就算是完整的 那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这个app 我们需要 我们想什么呢 我们想把它的这个config js 给改一下 怎么改呢 我们本来是7410 但实际上呢 我就想 localhost 800 8000号端口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那我们改了之后很明显 我们这边 首先localhost前端是没问题 看一下我们这个app请求对不对啊 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访问就访问到8000这个端口 也就是访问不到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把api的这个端口进行改变怎么办呢 那么除了 更改我们这个saver 以外 当然这个办法肯定是不可取的 因为我们对类和对外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端口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话就需要来改我们的这个 nx这个conf 然后把我们这个saver也进行一个 反向代理 那这个地方应该用什么方式呢 注意了这个location也就是 我们的反向代理的 一个配置 注意了这个地方我们的具体的配置应该怎么来写呢 参考我们的这边 这个地方写错了 不是location 应该是一个saver 既然saver有个到80的 我们还可以再配一个saver 好 这个地方就要写 listen 注意了 这边应该是我们的 8000号端口 当然 saver name 也是我们这个localhost 因为我们访问是localhost 8000 那么最后的这几个选项应该怎么来配呢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请站过来 这个地址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 访问localhost 8000的时候我们应该跳转到哪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我们要跳转的地址应该是 7410 这后面就是http的一个协议头之类的 直接按照这种标准的一些写法去写就好了 好 有人就要说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 难道会把这个 ngex关了 然后重启吗 那如果我们的web 就一直需要使用 那这个是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ngex -s reload 啊 看这下 这里面他就已经给我提示 哪有问题了 说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啊 这个有问题 明显 我们这几个配置 他其实呢是在 这个内部的 我们写到外部去了 所以呢他这个配置文件有问题 所以他就重新加载的时候会报错 好 这样 重新加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一次 74 7410 没问题 那如果我们访问8000号端口 看一下也是没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看一下 8000号端口 也能够访问了 OK 8000 那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所 实现的一个效 记住这个命令 njx -s reload 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我们把这个再完善一下 n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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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呢 njx -s reload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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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新我们下载配置文件 5000号端口 5000号端口 njx ok 好 那我们的发布 在Windows下发布的内容的话就讲到这里 看一下后端前端两个一发布联合起来那么就OK了 那么在这几个之后呢我们还留一个客户任务 很简单 在Windows上 补出程序 好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节课就 先到这里 那么相信大家 在经过这节课之后 也掌握了 如何在Windows下 发布这样的一个前后端分离的 这样一个 程序 好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